禮宅 这个呢 就是东四 那我禁命呢 就是西四 那就是东四宅 就是西四命 那现在呢西四命就是禁卦 那我用禁卦来做一次 你就明白有什么问题出现 禁 见到这个禮 就只是变下牛 变下牛是什么 和开 跟着禁 见到这个困 变上牛 就叫生气 禁 见到队 三牛全变 燕连 禁 见到钳 变中下牛 天衣 禁 见到 陷 变上中牛 五鬼 禁 见到近 三牛不变 復毁 近 见到阵变上下牛 六杀 近 见到信变中牛 绝命 那你从这个图呢 你就知道这个问题出现了 那是 你从屋的伏毁 命的和害 屋的六杀 命的生气 屋的五鬼 命的燃连 屋的全命 命的天衣 命的五鬼 那屋的四吉方 就是你命的四空方 那怎么住呢 那就是全部都空 所以原来呢 他就发明了这个东四命 西四命出来 不过 原来他还有另一个条件 原来看阳宅来说 叫门主做最重要的 他又教你 原来大门方向不对 原来主人方方向对 都可以 主人方方向不对 爐做对 都可以 所以早几十年前 我没那么久了 帮朋友看看屋的时候 他都看见他移毁了主食路 移毁了电饭煲的摊制 为什么 就是这样来 他说原来 你把东四命的电饭煲 那个位置移回东四命 是哪一个卦 西四命就移回哪一个卦 那你就知道 不是东四就是西四的 他说三样应对一样都可以 那就是说什么 废话 废话 所以记住 金堂教你废话 如果你听到这里 觉得很复杂的话 不用记 对, 把他拆掉 听了这么久 师傅说 宅根本不需要你那人的命 就是不用配 最重要是风水好就可以了 不用配 以后看八宅可以了 如果看风水 确定 下一集回来就绝对不是废话 因为师傅会教大家 如何看罗间 你家屋不一定是坐北向南 或者坐南向北 你看一间屋的时候 你这个罗间 你叫我们转来转去 目的是转到针 和你一个位置拍着 这个针代表指着南 这边就是北 师傅教你看罗间 坐向超准, 不会差 不如大家继续收看 风生水的精读班 师傅说起罗间 就是这个专业风水师傅 必用的工具 是 我的业余出去帮人看 可否用指南针呢 是一样的 因为罗间很复杂 对, 其实我们这么复杂 就是用来吓你 你以为风水师傅 擅长得那么厉害 原来我们用来用去 用这个圈 我们有说 蜀乾害任子贵 丑近人甲某月 未坤身 这个就是我们叫二十四山 我们的行文卡都有 庚有身就是西 蜀乾害就是西北 任子贵就是正北 原来就是用这一格 所以你指南针跟罗间 就一模一样的 但是你用罗间 好像威水一点 吓吓人 那就教你用罗间了 原来罗间 你看到这个红线 这里就是南 这边就是北 但是你这家屋来说 不一定是坐北向南 或者坐南向北 原来你看一间屋的时候 你这个罗间 你叫我们转来转去 目的是转到这支针 和这个位置拍住 这个针代表指着南 这边就是北 但是如果你这家屋 在这个位置的时候 你就知道 你这家屋原来叫做坐前向信 但是如果你这家屋 不在这个位置的话 它的指南针 它不会跟着你这家屋走 它一定永远指着南 比如当原来前面 才是你这家屋 你就知道你这家屋 原来叫做坐月向身 或者再过一些 你这家屋叫做坐志向海 是不是很复杂 但是不怕 我一会用真的罗间 再做一次 你就明白了 是的 这个罗间 用这个教你再明白 只不过大一点 你就知道一格格是什么 现在你看罗间 最重要是看一支针 当我这家屋为例 是吧 你去量度的时候 你未必知道方向 你看到中间这个 就能移动 其实目的 就是向这个门去量度 就知道方向 首先第一件事 我们就要把这一支针 和下面的红点 就拍齐它 嗯 你知道这个红点 拍齐了之后 你就看这条线了 原来这个你叫做坐 这个叫向 这间屋叫做坐率向神 率就是率前海 你知道这间叫前宅 但是原来这间屋 没有你现在那么顺利的 它可能走前一点 走后一点 是的 有时是 它都不同方向的 没错 所以记住 我们的罗间 不一定向门度 因为向门 外面可能是电梯 很多磁场影响 所以你看我如果讀罗间 我有时 把手伸到出窗口去度 其实目的来说 是尽量不受磁场影响 而且 你如果向后面度 那你就知道前面是什么方向 又或者我有时 旁边打横度的 那你其实目的打横度也好 向后度也好 或者向这边度也好 目的都是拿回向前的方向 那你现在知道了 我这间屋来说 最好就是在屋外 就没有受这种根的影响 没错 甚至乎 我们有时看新屋来说 原来要出街度 因为它不能够 出街度 就是想起门的位置 没错 没错 总之目的 不管你站在哪里度 都要找回门的方向 那现在你就很顺利 讀到叫做坐率向神 对不对 那大门就向神 但是师傅 如果扎戒怎么办 扎戒我都没办法 那是他不幸 不过有些人说扎戒 叫做空挂 又或者很坏 其实跟坏或不坏 没有关系 是定不了方位 他不一定是坏的 有些人把门后 移了一点斜 可以吗 这个也对 譬如现在坐率向神 在2004后 叫选财双丁 那些人怎么办 原来他就会把门 转弯一点点 是 转弯的方向 原来走不通 走不通的 是 没用的 因为以前我都撞过板 都是教人这样 那些试验品 惨一点 原来唯一的办法 就是原来要把九十度角 改了它 譬如这个是门 对不对 我把这里建一份墙 这里建一份墙 这里建一份墙 我走进来之后 这个门不要了 我把门打横地改 或者打横地改 一开门才有气 它才能改到气 譬如你这门 当你改了一点点 但开门的时候 气不是一样直冲 气不会跟你的门 转弯的入 它就一样直入 所以除非你套住那道气 直接把整个门改了它 那就有得改 要改就要九十度吧 没错 师傅 懂得看罗间 那你开始教我们风水报局了 是 现在教了 留心一点 风水夹地云 装修夹明夹 家居布局 事前要夹 现在正式教你布局了 我们当这家屋 就是座东南大门向西北计 座东南大门向西北计 座东南大门向西北计 首先 信就画下 是什么 信 尼 坤 对 肩 坚 根 震 那我们看风水 最重要是看绿萨 天衣和五鬼 那我们找回这个变中下淆 就叫做天衣 是吧 变上中淆 叫做五鬼 变上下淆 叫做绿萨 那其他这些呢 和害 生气 绝命 燃烈 就没那么重要的 那现在这家屋呢 我们当它最正常的屋 因为一般的屋 身分夫妇尤其是 都是两房一厅 那一进门口呢 这个呢 就一定是厨房 那这个拍住呢 它一定是洗手间 对不对 跟着呢 它就会有两间房 中间开门的 这个明明 那你就知道了 那这间房在什么位 燃烈 这个两间房中间 伏位 这个房 天衣 这个位 五鬼 那这个呢 就是绿萨 这个是和害 厨房就是生气 厕所就是绝命 那我们又跟着呢 要问他们 那我们什么时候出生呢 那我们现在用屋去配配什么呢 寒命 热命 平命 那如果你生在八月八之后 三月六之前 叫做寒命 适宜床头向东南 颜色的布局 要青绿 红橙子 那如果你生在五月六之后 八月八之前 叫做热命 床头向西北 颜色就要白金银 黑灰 那如果你生在三月六至五月六 叫做平命 那平命基本上 什么颜色都可以的 不过比较上来 都是白金银 黑灰男比较好 那现在当他这个人 就是八四年 七月二日出生 那怎么知道老公 就八一年 九月七日出生 那就出现问题了 老婆呢 就是热命 老公呢 就寒命 那怎么办 那原来 是 哪个赚钱 是的 哪个赚钱多 勢力大 就就哪个 不是一定就男人的了 又或者哪个身体不好 就就哪个 那两个都是打稳定生育的工 两个身体差不多 那怎么办 那哪个我恶一点 哎呀